到台南一定要吃的就是周式蝦捲 蝦想吃也不一定只有在台南 台中就有囉 今天宇宇就帶大家來到台中的 我們也來訪問一下周式蝦捲的老闆 請他跟我們聊聊各式好吃的美食 你好 我們台灣最有名就是蝦捲 那我們的蝦捲是用火燒蝦去包的 然後蝦子大概一公斤是一百到兩百尾的 就是因為有這麼多新鮮美味 真材實藥的蝦仁 台南的周式蝦捲才會這麼有名 台南知名的小吃周式蝦捲 創立於1965年到現在已經有50多年的歷史 因為周式蝦捲的周老闆表示 店裡頭全部採用新鮮炒蝦仁 北海大型鮮魚跟安平港外海熱火花枝 混合精緻現打現炸而成 是大家到台南必吃的平民美食 最近周式蝦捲北上展店 一口氣在台中市開了六家實體店面 把外皮酥軟口感紮實的蝦捲美食 化成各式各樣的美味套餐 周老闆也大方的分享周式蝦捲好吃的秘訣 我們很特別是用豬的附膜去包覆餡料 所以豬的附膜它炸以後 豬的附膜會滲透到內餡裡面 所以吃起來會更有油分更好吃 外皮非常酥脆 然後在吃的時候再加上我們特製的醬油糕 跟芥末就是非常可口一道美味的料理 目前周式蝦捲在台中市已經有清水休息站 烏日高鐵站 麗寶跟廣山收購 台中工藝店等六個店面 2021年10月13號 周式蝦捲的周老闆 還特別在台中市工藝店 舉辦一場新聞媒體餐序 年輕帥氣 但是有點腼腆的周老闆說 他看好中部廣大的餐飲市場 未來也不排除在北部展店 讓台南的美食在全台灣甚至全世界發光發亮 記者陳文旭、李金生、李佳金、謝金韻台中報導